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不想太有企图心 去做某件事 自己也很自然 没有压力 没有恐惧 没有背负 那你已经在修行了 你通过一个球来修行 你觉得你做事不应该有企图心 所以礼佛也不应该有 这其实是一个修行的 就是万事万物 我都觉得顺其自然 那你这样走下去是要自己成佛的节奏 已经不是保住别人自己修行 成就的节奏了 这是修行之路了 这样走是修行之路了 因为你能放下自己的各种心 我们的心是什么贪心 控制别人的心 占有别人一切的心 索取的心 或者企图啊 做什么都有目的心 原因 要个结果 要个原因 等等等等 这些心 能把这些心放下你就没有砸你了 你就解脱了 就是这些心嘛 就是你被这些欲 心就是欲望嘛 控制住了 我们被他们控制 紧紧的心 舒服住了 最难放下的是自己的心 你可以放弃这个世界的一切 但放不下自己的心 你发现所有很难放下的都是你心在那儿 还有 它会燃烧的 我有的时候内心这个 欲火 欲望 各种各样的也会燃烧 来了 我怎么把它调一下 而不是把它堵住 好啊 好 就是我会把它调到另外的方向 你这个是佛学里边的修绝照 你知道吗 就是绝照 就是察觉到自己有些东西出问题了 或者察觉到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 然后把它校正 这叫修已经修绝照了 你这也是修正的一个法门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只是你没有按照佛学的 上世道佛学的理路 其实就是已经按合于道 就是合于佛学的修行了 包括你的祈求心的培养 放下祈求心啊 这些都已经合于佛学的修正了 所以这样修 我们觉得 我们的佛性就绝满的露出来了 因为每个人本来都是佛 本性都是佛 只是我们做不到 所以慢慢才需要修 做不到佛菩萨的那种品质 我还是比较愚笨 这方面 包括练经文 蜡萨 我都不行 继续了 挺好的 继续了 就是没有虚伪了 就不会故意的说一些话 我觉得也没必要吧 这个你别说 我知道 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度很难觉察到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些人说话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性的 就是你说在设计自己的语言 我怎么说别人会说 投其所好吗 我应该怎么说 不应该怎么说 这样说是好的 那样说是不好的 我这样说我觉得我很厉害 或者我的自我价值很高 这样说别人会认可 其实聪明人一听你就知道你在里面那种乖巧啊 你在乖巧的说话 而且你不懂在装懂 然后你很多这虚的质疑啊 什么遥不正式的那种含糊其词等等 但是真的 这些是很难察觉到的 有的人他已经形成一种套路了 我也不是小孩 你能察觉到这一点真的很厉害咯 其实以前骗人骗多了嘛 我觉得你这不是骗人 我相信你不会骗人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在商业的生意场上去做一个写的 就是说从一个小会生意开始往上做的话 那你接触三教九流啊 因为你那个服务行业嘛 三教九流 你有时候组织自己的语言 对什么顾客说什么话 对什么 你一定要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对所有的人平等地说出你自己的本心 你知道这也是修行吗 这是修行很重要的一点了 执心道场啊 执心是道场在佛学里面啊 就是说出自己 对不同的 三教九流都说出的是自己 心里边就那样的东西 就把心喷出来 谁来了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就通过语言能讨许你这个人嘛 就是说可以汽水长流 长长久久 一去相伴而去的这个朋友 或者说是志同道合的人 对 有些朋友假的就离开了 真的就留下了 真是这种感觉 那真的是大辣淘金了 把金子留下了 真的朋友会留下 虚伪的就会离开你 我要的那个方向 OK 这就是很忠诚的说话 这个真的蛮难的 你说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虚伪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虚伪 是不是说很多人穷的时候还会注重这些多一些 那个当然说一个人是为了一个 说是 谋求一个物质层面的 就是说他去做这些事也没关系 但是呢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没关系 但有的是一直慢慢的 我们会染悟到 你做了 你虚伪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一个虚伪的人 就是说你不知道了 就是染了 那就叫染了 就是说那个不因为你 比如说我们小货的这个杯子 我们家里确实穷 而且孩子要上学 老人要养活 或者是什么 我知道这些事 我这样说这样做 我是在骗他 或者我在爱学 我知道不大好 但是为了那些 我还是做了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也没对别人赞成伤害嘛 伤害嘛 只是说我扩大了我的延迟 我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情无可原 因为毕竟生意场嘛 大家有时候那肯定要自己夸自己的东西 但是知道自己是那样 这件事我是有点夸大气质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杯子好不好 但是我肯定使劲花 但是有的是他不知道 他做了很多虚伪 说了很多假话 他就成了那样 他认为就是那样的 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这个就做起来麻烦了 真的是改起来很麻烦了 知道自己有错还没问题 改了改不了那是立马是了 但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那就叫染污 听到吗 不是说坏人 没有坏人 只是说染的轻重而已 但是你能这样想 不管我每个人不完美嘛 没有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说有点缺 但是我们的绝招到去教证他 而且能努力的 你刚才说的这几点能做到一两点就很厉害了啊 你知道所有的修行人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吗 都在做啊 都做不到啊 那我就觉得教证 绝招教证 就是很明显的 跟我老婆不吵架了嘛 每个人的心情好像都在闭上 这个就是你看他这种状态啊 如果他心中有佛 他可以不信佛教 可以不是一个佛教徒 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如果是佛菩萨会做人面前去说他 他所有做到的这一点 已经合乎一个佛弟子的行为 就是说 但是他可以不是一个佛教徒 他可以不信佛教 他明天说 但是我心中有佛 我愿意这样去做 完善自己 就是不断的完善自己 致敬其意 这已经是一个佛弟子的行为 这就是信仰 就是说 你做一个佛教徒 你可能信仰佛教 但是你不见得你是个合乎的 就是合乎佛的 所说的智慧的一个弟子 你不代表你可能真正得到了佛的东西 而他可能不信佛教 但是他是佛弟子 就是说 他能够做到这些就是 如果他信 其中有佛信仰的话 是可以的 最起码刚才说的那三点已经很了不起 他今天是个光明师者 他没有太多学过佛学的东西 他没有上升到佛学的理论 没有 但是佛弟子们能做到这些 真的已经很难了 身边 很多人连这些也做不到 你绝照了 很多人是绝照了 但我不改 他绝照了可以修正 这个是 我绝照到我有问题 哪一会儿他就吃饭一起来 我修正他 这个是不是胆子大 因为 不是 我觉得这需要 真的需要力量的 我胆子很大的 真的 需要力量的 需要一些魄力的 可能我做事情的 是不是 不是因为自己的觉悟高 是不是 笨有笨招 是不是这样 他对你好 这已经足够了 你这样做 你会带来无尽的利益 你真的知道这样子 这叫聪明 这已经超越了小聪明 这叫智慧 知道吗 有的人认为 那样做 我占点便宜是好事 我占别人便宜是好事 他不修正资金 他仍然 他不会去关注这些的 他绝照到了也不会改的 他认为 我那样可以占点小便宜 但他不懂他失去了什么 但是你能这样做 你并不觉得这样有多伟大 但是你自然而然的做了 而且从中不断的在受益 这是智慧呀 可能心情是好了 这是真的 你身体也好好的 长胖了 我这比以前长胖了 而且心情会坦然很多 就像你礼佛 你说我不想求 是因为我不想有企图心做事 你这是把他 把礼佛作为一个修行法门 在红尘里修炼知道吧 有的人礼佛是说 我不知道求什么 我觉得求啥也好像无常 无所谓 很多人说理论上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无常 我求啥有啥意思呢 他是一种业倔的 业势的态度 不求 无求 而他是认为 我求 我不想在做事的时候 有企图心 那么他这种礼佛 礼完以后呢 时间久了 他会在日常生活中 帮助你的时候 不太有企图心 他只要裂成了 但是你想想 每个人 每个人 其实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善良 百分之七十六七十的人 基本上都善良 恶人 还毕竟是少数 如果你对他做事 你真的没有起头心 你去无私的帮他 这个人一定会回报的 你放心好了 一般人是保护自己 他是怕你骗他 真的是 你一次两次的对他好 他怎么会不记呢 除非他回报不了 他很多人都是说 你给我厨衣我才是我 但是那个厨衣 第一个厨衣谁给 就是很多人说 你给我厨衣 你为啥不给我呢 给我我给你是我 但是 就很多人 要为什么 要原因 那种爱 就是没有企图性的帮助 我们很少获得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那些东西是很感人的 就是一个人帮助你的时候 他没有对你无所求 没有祈求 可能他想过说 这个人值得我教我 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做事的时候 疼不疼到 没有所说 这个很难 真的是 但你通过这个礼服 就可以达成 这都是修行 这就是佛学 已经是修正佛法了 这一件事之间 我很懒 我知道 我不喜欢背筋 可能是有点懒 但是我很喜欢 但是呢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 可以涉猎一些 还是涉猎一些经典 有时间 金刚经啊 就是亿东门网站上 推荐的一些经典 有通俗的讲法 就是我讲的 你可以看一下 多听几遍 有时候第一遍 因为你看的少 听不懂 多听几遍 就是那种通俗的讲 你打开就有录音 就听声音就行 不用看 多听几遍 会对你 你很多的想法 很多做法 他都会对未来 对你带来什么 到底佛是什么 到底 什么这些 你慢慢你就都懂了 放弃很多东西很容易 但放下真的太难 放下因为是 放下你的 征服自己的欲望 给喜气的 放弃可以 我不干了 我不要三件六道也行 但是逃避了 但是真的 从内心放下 一点点自己那种 控制啊 再有啊 那种喜气欲望 都很难 你放不下的 一定是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东西上 有你的欲望 你放不下的是 自己的欲望 个心 真的不是那个东西 我们狠狠心 连命也可以不要的 有的人真的 我牺牲就牺牲了 是可辱不可杀 是可杀不可辱的 还是就慷慨的能就业 但是你要他放下 自己的一点欲望 并不容易 习惯了就好了吧 嗯 习惯了就好 有的人觉得 这个也蛮简单的 就像你很轻视的 就可以做 但有的人 改一点点 真的很难也不知道 真的很困难 就一个例子嘛 就是说 好像我们这个年龄 稍微有一点点事业 然后就喜欢朋友 很多的嘛 是 我们身边这种朋友也会多 因为 对 这个条件太容易具足了 现在 对的对 太简单了 又价里 这个 对 所以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会 就是说 遇到这种人 或者这种事的情况下 会回避 尽量的会回避 可能以前还会同流和污 现在可能就是会 很自然而然的断开了 嗯 难道 那有的女孩子那种 每次对你没有诱惑吗 你真没什么诱惑 真没什么诱惑 永远是其实好 不是这个熔岩是会衰老的 哦 熔岩会衰老 没有太大的忧惑 所以我也觉得 我为什么刚才问您呢 我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习惯 嗯 对 你一次一次做 一次一次做 第一开始 面对诱惑的时候 往后退一退 慢慢就会这样 但是呢就是 就是会欣赏 这个帅哥长得好看 我也欣赏 美女长得好看 这个凳子长得好看 我也欣赏 对美好事物的欣赏 我会保持 但我不会说 要据为己有 OK 这个说很多人可以说 但真的做到的人 比较少 知道吧 如果你真的 坦然面对如如不动 那你已经定力蛮好的 这已经修了定力了 是还行啊 我能够做得到 我相信你可以 挺好的睡醒 我身边这个模特啊 空姐很多的嘛 那行 也没有一点 诱惑力 对你的诱惑 没什么想法 如果金钱有事 对你没有诱惑力的话 我觉得你休息太容易了 太容易休息了 我今天早上 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金钱能放下 因为女色没诱惑 内心的 就是说权力 金钱 女色 占有 控制 这些 就是说一切对外的 这一种要掌控的 自我的东西 我都在上司自己 内心 自省的一个过程 生活出了这些的东西 还有很多的 我都说一个男人 很多时候 都是以事业为重 很少人会误得到 或者说以其他为重 以家庭为重 或者等等 以健康为重 等等 在这个周期当中 我有度过来 我有想过 我有遇见过 这些事情 所以我感觉到 比如说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才会用我的语言去说出来 我内心的想法 你这才知道了 你这已经在完善自我了 那你说 那你说 我把钱看得这么重要 我就不会把公司送给别人 对不对 那我可以卖给你啊 不是 有的人都是放不下 就是他寂寞 知道吧 他甚至说 这个可以不 甚至不赚钱的 他都继续搞下去 他不能一个人安静的去旅游 或者是一个人跟家人团聚去做 对 他要跟公司一大包去吃喝玩儿了 每天只过那种花钱 去那种酒吧去玩儿 他不能一个人呆着 有多多多 所以他不能放弃 我说别见的是 不能放弃金钱 也不能放弃活朋狗友 不能放弃那些 对 那些东西 很多的这种 这种就是说 也许我的能力改变不了他 因为我跟他可能会聊一次聊两次 但是感觉是 改变不了他 我们这个能量 改变他的这种想法 我只能说是我保持承诺 但是我自己会有自己的定义 觉得这样我自己更轻松的方式 挺好的 真的随喜你 真的不错 就这样子秀下去 关注一下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就是他的东西主要在经典了 经典就未来会有不读讲 几本经典都在讲 关注一下 因为他的经典很多 就是说 他来这个世界上 对我们说的话 他的那种智慧 却不通过经典领住出来 经典是他说完以后 后世一直给他整理出来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 这么一位圣人 2600年前这么一位圣人 说了什么 你一定要看经典 那经典有时候是 从法律译过来的 译成中文 所以有时候一下看不懂 因为他是古文 所以 亿东人网站上 现在讲了 就讲了两部剧 一个是法华经 跟金刚经 你都可以看一下 金刚经在 呃 成五千多字 比较短 他在但是佛学里边 站的位置非常重要 这部剧 所以很多人 但是把它摆化以后 是不是就会很长 摆化也不见得能 呃 那个在讲经的人 你可以把它摆化很多 也可以摆化那个在讲经的 那上面有一些 有些通俗的讲法 你试试吧 不会听不懂 因为佛说的是 我们心里边流出来的东西 每个人都会流出来 只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太复杂了 所以听不懂 简单的语言 越简单的觉得越高深 嗯 也是啊 越简单的会越高深 对 你现在你便的生活越来越简单 你身边朋友反而看不懂你了 你跟他们去吃喝玩乐 他们就觉得你 对呀 这个生活是蛮好的 明天你试试 你生活越简单 他们都觉得我戒心情六欲了 你在家面对着墙坐上一天出来 他们说不可能 你在家一个人干啥呢 他就绝对不相信你在家一个人呆着坐 面着墙坐 对着墙坐 他觉得这太无常 而且是觉得太神秘了这个事情 这有啥神秘呢 就一个人呆着呗 但是他觉得一个人呆着是很神秘的事 因为所有人都是穷居 都出来 大家都窝团的去 去什么酒吧 去大排档去玩的 怎么你可能一个人坐在床上 那不是有点发傻吗 是不是 他就理解不了这个行为了 其实那是最简单的行为 本来就应该休息的 不应该休息吗 是不是 忙了一天 这样还不应该坐一坐吗 但是他永不停下来 最简单的 所以越附近越神秘 越简单的越神秘 越高深险的 你先关注一下 看一看有什么 你不懂得再问 到时候我们可以交流向你 你不能帮家 那期阅